人行道行人来来去去 没想到有一位阿嬷居然是坐在菜篮上 一路路着前进 她的菜篮难不成装了马达吗 居然有动力 仔细瞧阿嬷的菜篮疑似改装成电动车 网友笑称根本是菜篮界法拉利 虽然看起来酷炫 但她骑上人行道其实违规 这也是在台中 有阿公被发现盘腿一屁股坐在马路中央 不动如山 怎么回事 原来是车祸 阿公人没事 但也不打算起身 坚持坐在原地等警方到场 不知情的民众还想说阿公怎么了 挡在路中实在有点危险 另外场景转到南投合欢山 武林停车场竟有一地精止 还有被焚烧过的痕迹 清洁人员上午打扫发现超傻眼 可储划还一千五百元至三千元 国家公园禁止燃放鞭炮 烟火也不能烧纸钱 相关单位调阅影像锁定一对男女 他们深夜十点多进入停车场 停留将近两个小时才离开 不管烧精止动机是什么 都将面临罚则 记者曾伟祥 杨生 我是韩南投台中 菜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